早在今年的3月 英特尔就正式向玩家们公布了首款独立显卡 ARC RITION 首发包含了A770M、A550M和A370M等五款运动端型号 而在之后的6月 面向桌面单的入门级显卡A380也是陆续发布 但是现在嘛 性能更强的旗舰型号A770和A750 终于也是来到了玩家们的眼前 至于他们的详细规格和整体表现又将会如何呢 下面就跟人给强来了解一下吧 其实和之前的A380一样 此次A770和A750的代号仍为Archemist 采用了台积电6nm制程工艺 并基于了XE HPG架构 而具备3A加成的DeepLink技术 XE SS超采样技术 以及AV1硬件边界码等 两款显卡也是均一具备 而详细的规格方面 A770是定位于旗舰机 采用了满血的ACM G10核心打造 拥有32个XE内核和32个光追单元 共计512个XMX引擎和4096个流出力器 显存配置方面 Intel为A770提供了两种 其一是16GB 其二是8GB 但均是位宽为256bit的GDDR6显存 如果硬要说差别的话 16GB版本的显存位宽和速率 分别为560GB每秒和17.5Gbps 而8GB版本的显存带宽和速率 则分别为512GB每秒和16Gbps 同时整卡的核心频率为2100MHz TPP功耗为225W 至于A750则是定位于次旗舰 采用了非满血的ACM G10核心打造 又有28个XE内核和28个光追单元 共计448个XMX引擎和3584个流出力器 但同样是配备了位宽为256bit的8GB GDDR6显存 显存速率为16GBps 整卡核心频率2050MHz TPP功耗225W 外观方面 A770和A750均为双风扇设计 用三个DP2.0接口和一个HDMI 2.1接口 供电方案均是采用了8加6P式设计 其中的A770还提供了RGB灯效来凸显质感 至于A750则是朴实物化的无光设计 然而在性能方面 更连英特尔公布的3A游戏帧率来看 在1440P的2K分辨率高画质下 A770和A750均是可以满足60帧到140帧的流畅运行 而两者之间的性能差距 大致在10%到20% 除此之外 如果在开启光追和XE SS超分辨率技术之后 那么A770显卡还能够获得26%到77%的性能提升 甚至在某些游戏中最高时间帧数翻倍 而作为RTX3060的直接竞争对手 英特尔也表示 A770显卡可以在1080P开启光追的情况下 全面领先于RTX3060 而A750显卡也能够在部分游戏中领先RTX3060 3%到5% 看来这英特尔第一次做显卡就能达到如此水平 也还算是不错了 当然现如今的情况下 价格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点 所以针对于此 英特尔便大大方方的给了玩家们一波福利 其中A770是6GB版本 国外售价349美元起 A770 8GB版本 国外售价329美元起 A750 8GB 国外售价289美元起 这样一来 对比RTX3060 329美元的起售价来说 确实要相当不少 而在最后 除了公版显卡之外 目前华硕 微星 蓝吉等主流的OEM厂商也将推出非公版 其中A770显卡将会在10月12日正式推出 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但还是希望英特尔能够尽量打磨好显卡驱动 与N卡和A卡形成三面包夹之势 毕竟有竞争才有进步 才能立好用户嘛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英籍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ey翔 我们下期再见